為了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我是主播趙馨如 週一開始台灣受到乾冷空氣的影響 因此全台各地的雲量減少了非常的多 白天的時候全台各地都有機會看到陽光出來露臉 週二的天氣跟週一的天氣相當的類似 白天的時候雖然說空氣會比較冷一點 但是受到陽光的照射之下 感覺會稍微的比較溫暖一些 不過到了晚間的時候 由於沒有這個雲幫我們的地表蓋棉被 所以夜晚的輻射冷卻現象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提醒大家全台各地在清晨的時候 溫度會比較低一些 而到禮拜三晚間的時候 也就是跨年夜的時候 下一波強烈冷氣團又要再度南下影響台灣了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到戶外跨年的網友們 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接下來我們看雲圖 我們從雲圖上面可以看到 禮拜一開始台灣受到乾冷空氣的影響 因此全台上空並沒有什麼雲 不過到了禮拜三的晚間開始 下一波強烈冷氣團再度南下影響台灣 所以在雲封面的北部地區和東部地區 雲量會稍微的增多一些 而至於中南部的地區的影響就相對的比較小 而至於這個降雨的部分 由於受到乾冷空氣的影響 因此在禮拜二和禮拜三的時候 全台各地的天氣都是相當的穩定的 只有在一些近山區的地方 偶爾流液可能會有零星降雨的出現 不過降雨也不至於太多 而禮拜四的時候受到冷氣團的影響 因此在雲封面的地區雲量稍微增多一些 降雨也稍微增多一些 不過也不至於太多 而到禮拜五之後 這降雨又再多的趨緩下來 至於明天的高溫 北部地區大約來到19到22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大約來到21到22度 所以白天的時候有太陽這個大暖爐 加熱我們的地球 所以溫度就不至於太低了 不過到了晚間低溫的部分 北部地區大約來到10到11度 中南部地區大約來到9到14度 在一些平坦空曠的地區 所以輻射冷卻的現象可能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在清晨的溫度甚至有機會低於10度C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來工作了 以上的健康氣象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